这期继续讲职员第142篇 嗯 知道 我听说了 陈兴点了点头 李延培同志虽然是在医院抢救过来了 但医生已经说他成了职务人 这下半辈子 算是废了 葛建明叹了一口气 你可能不知道 那天晚上 李延培同志给我打电话 说有重大事情 要当面向我汇报 当时已经是晚上八点 望山到南州 全程走高速 都要四个小时 到我这里肯定要十二点 我还问他 什么事在电话里不能说 还非得这么晚赶过来 哪怕是放到明天 难道也不行 李延培同志说 事关重大 一定要连夜赶来见我 我也就答应了下来 陈兴认真听着 眼里已经闪过一丝惊讶 这是如果没有葛建明自己说 其余人肯定不会知道这些细节 但葛建明找他来说什么干嘛 没有说话 陈兴继续听葛建明讲着 只听葛建明道 那晚我一直等到了十二点 李延培同志还没过来 随后我就接到了汇报 说李延培同志出了车祸 已经在望山市第一医院抢救 当天晚上我就连夜赶往了望山 听到李延培同志抢救过来时 我还松了口气 谁知最后却是被告知会成植物人 当时真的是一洗一杯 李延培既然有那么重要的事情 必须要连夜赶到南州向你汇报 车上没有带资料吗 陈兴疑惑道 车子起了大火 能烧的都烧完了 而李延培到底找我什么事 事后我让人找齐秘书过来询问 齐秘书也一问三不知 根本不清楚什么事情 葛建明微摇着头 或许事情真的如他所说那般严重 所以他没告诉第二个人 连秘书都瞒着 但问题也就糟糕在这 他出了车祸 还成了植物人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 找我有什么重大事情 陈兴点着头 葛建明说的没错 李延培是抢救过来了 但成了植物人 这根没抢救过来 几乎没啥两样 等于还是没用 不过陈兴在这回还是纳闷 葛建明跟他说 这些要干嘛 提议他到望山市 担任市委书记 又是什么意思 听葛建明讲了这么多 陈兴隐约感觉到 事实可能不是他之前料想的那般 葛建明支持他到望山 担任市委书记 是要给他小鞋穿 葛建明说着话 看了陈兴一眼 似乎能看出 陈兴心里也诸多疑惑 葛建明也没问 只是继续道 那晚的车祸过后 我起先还没觉得有什么 但后来我详细了解一下了情况 确实留意到了一个细节 也让我有些不解 李延培出事故的地点 虽然还是在望山市范围内 但已经是临近望山市和北原市的交界处 往前几百米 就是北原市高速路段范围 北原市跟望南高速的高速对接口也在那里 从那里直接往北原市区 差不多就四十多分钟的路程 但返回望山市区 却是要进两个小时的路程 但车祸发生后 李延培同志 却不是被送往就近的北原市抢救 而是送回了望山市抢救 葛书记的意思是 陈兴心里微惊 葛建明话中有话 陈兴并非听不出来 难道李延培的车祸还另有引擎不成 我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葛建明神色正宗 我们当干部的 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 不论讲什么话 都要讲究证据 没有凭证的话 不能随便宣诸于口 有关李延培同志车祸的事 只是我了解了一下情况后 个人有些疑虑 再加上最近望山市出事 所以 我向右军书记提议 由你到望山市担任市委书记 陈兴沉默着 仔细消化着葛建明话里的信息 陈兴知道 葛建明肯定是有怀疑什么 但他作为一名高级干部 没证据的事情 他不愿意讲 也不愿意胡乱推测 但葛建明不讲 陈兴却是要问 道 葛书记 你说那碗李延培同志 是送回望山市抢救的 这里面有没有别的情况 是谁打的电话叫救护车 又是北原市的救护车 先到还是 车祸地点旁边就是高速服务站 有人目击车祸后 就第一时间打了120 但这不重要 葛建明看了看陈兴 似乎知道陈兴想了解些什么 葛建明看似漫不经心地道 事故发生后 望山市的党政领导也万分重视 陈建飞同志在得知消息后 立即打电话 要求将人送回望山市第一医院抢救 送到医院后 陈建飞和李开山等干部 也都第一时间到医院守着 关心李延培的抢救情况 陈建飞书记要求将人送回望山市抢救 陈兴愣了一下 眉头拧紧着 片刻后又舒缓了开来 陈兴知道仅凭这些真的不能去胡乱猜测什么 事故地点还在望山市范围 陈建飞作为市委一把手 再了解到李延培出了严重车祸 他第一反应是赶紧将人送回市第一医院抢救 这并没什么奇怪 那种情况下 或许他也没有想到送到北原市 其实更近一些 再者 或许他可能也认为 自个市里的医院更值得信任一些 陈建飞同志突发脑一血逝世 让人始料未及 望山市现在又是问题不少 因此我提议你到望山市担任市委书记 我认为你才能胜任这个职位 现在望山市急需稳定局面 而我也希望能够有个人能够在稳定望山局面的同时 能够暗中弄清一些事情 李延培那晚到底有什么紧急事情要见我 我很疑惑 也希望陈兴同志到了望山后 能查探一下 至于李延培同志出车祸事故背后 有没有别的引擎 目前来看是一起意外交通事故 和李延培车子相撞的那个开车的司机 交警从他身上检测出了酒精 是违规酒驾 那个肇事车主也经过抢救无效身亡了 葛建明再次说道 他找陈兴过来是要开诚布公的交谈 所以他自己现在知道和了解的 也都告诉了陈兴 陈兴有些无奈地轻抚着额头 经葛建明这么一说 陈兴倒是愿意相信 葛建明提议 他到望山去并没有存什么私心 葛建明显然是认为他的作风足够强硬 能稳住局面 也敢于去碰硬 所以才会提议让他去 但这官场里的人 要是都将之想象成表面上这么简单 那就是自个幼稚了 葛建明的真实想法 未必像他嘴上说得那么简单 但此刻葛建明还算是坦诚的态度 陈兴显然没法去多说什么 况且省委常委会都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到望山市去赴任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 这事是好是坏 现在说什么都太早 但不管怎么说 他到望山去担任市委书记 终究还算是提拔了 我调走之后 省里有考虑谁来接替我的位置吗 陈兴沉默了片刻后 问道 省里现在还在考察人选吧 这是组织部的事情 我现在还真不太清楚 葛建明摇头道 不知道葛书记对邵华东同志的看法如何 陈兴转头看了葛建明一眼 邵华东 葛建明皱了皱眉 他对邵华东不可能没有印象 毕竟是在南州当了多年的市委书记 邵华东早前就是副市长了 他对邵华东的了解不算少 此刻陈兴突然提及邵华东 葛建明若有所思 道 怎么 你是想向省里建议邵华东同志接你的职 不错 我觉得邵华东同志完全能干好市长的工作 他在南州市工作了这么久 担任领导职务有些年头 对市里的工作再熟悉不过 在现在的是领导班子里 挑一个对南州情况最了解的 恐怕非邵华东同志莫属 所以我觉得省里考虑 他担任南州市长一职是合适的 陈兴说道 他此时跟葛建明提这个 无疑是希望葛建明能支持邵华东担任市长一职 葛建明既然也有事情要他办 那他也有理由适当地向葛建明提要求 如果省里不考虑从南州市现有的领导班子里提拔 而是要从其他地市调过来 又或者要从省里调任下去呢 葛建明笑了笑 现在人选不是还没定吗 我相信葛书记如果也向省里推荐邵华东同志的话 邵华东同志还是有很大的希望的 陈兴看着葛建明道 他相信葛建明的话对福佑军还是有影响力的 只要福佑军这个省委一把手拍板 邵华东担任南州市长一职也就没有任何阻力 陈兴同志 我这项省里建议提拔你 到头来怎么反而像是欠你人情了 葛建明摇头笑道 葛书记 到望山去 是不是好事可还不好说呢 说不定您是要让我去烫雷呢 陈兴微微一笑 葛建明一愣 明示着陈兴片刻 悬挤有些苦笑 葛书记 您不说话 我就当您答应了 陈兴笑道 我可没说答应你什么 只能说帮你去建议一下 能不能成 我不敢跟你保证什么 葛建明摇了摇头 由葛书记这话就成 陈兴笑道 两人聊着 车子还没到省纪委 葛建明和陈兴说完正事 也就没必要非要请陈兴到办公室去 在车上询问着陈兴是要到省纪委坐坐 还是直接回市政府 我还是下车吧 你们纪委 我还是少去 纪委那地方 当干部的可没几个愿意去 免得哪天真的进去了 陈兴笑着摇头 深正不怕影子斜 葛建明笑着看了陈兴一眼 车子在路边停下 陈兴的司机李勇 一直开车在后面跟着 同葛建明挥手告别后 陈兴便上了自己车子 回市政府 陈兴吩咐着李勇 车上 陈兴神色并不轻松 别看他 刚刚最后 能和葛建明有说有笑 但心情并没有表面上 表现出来的这么轻松 葛建明提议他到望山去担任书记 或许真的是出于攻心 但也可能夹杂着一些个人私心 这种事 只有葛建明本人自己知道 陈兴和葛建明的关系 算不上有多么深的矛盾 但无疑也谈不上朋友 葛建明的真实想法 他还真不好琢磨 但光凭刚才的一番交谈 陈兴内心深处 无疑还是更愿意倾向葛建明 在这件事上没多少私心 倒是那邓毅 在常委会上也出声支持 他到望山市去赴任 陈兴不用想也知道 邓毅肯定是想着赶紧把他踢出南州 绝对没什么好心 市里 有关陈兴调到望山市 担任市委书记的任命 也已经通知下来 消息在政府办公大楼 传得沸沸扬扬 陈兴刚回到办公室 曾平就走了进来 陈市长 您要调走了 你们都知道了吧 陈兴刚坐下 抬头看了看曾平 省里的通知下来了 曾平神色有些发苦 他这才刚被陈兴调到市政府 担任办公室主任 这转眼间 陈兴就要调走了 他这办公室主任 一下就要成了无根之平了 新来的市长 能让他这个前任市长提起来的人 继续坐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 才怪 办公室主任相当于市长的大管家 领导基本上都会提拔自己信得过的人来坐这个位置 不出意外 陈兴一条走 他这办公室主任也坐不长了 曾平这心情能好得起来才怪 曾主任 如果你愿意 可以跟我到望山去 陈兴看了曾平一眼 对方的心情 他多少能看得出来 陈市长 我曾平神色有所迟疑 他是南州本地人 也上五十岁了 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讲 无疑不想再到异地他乡去漂泊 尽管望山市也是属于南海省 但离南州终究是隔得太远了 高速来回都得八个小时 要回家一趟都不容易 曾平这把年纪的人 并不太想再到外面去折腾 他此刻反而有些羡慕起萧远庆来 萧远庆真是赶上了好时候 陈兴临调走前 被任命为时平市市长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陈兴看曾平的神色 点了点头 知道对方并不想跟自己到望山去 想了一下 陈兴道 你看你有没有想去的单位 我尽量帮你安排 陈市长 容我先考虑考虑吧 曾平苦笑 他现在脑袋还一团糟来着 根本无心考虑 也行 尽快答复我 省里的任命已经下来了 我不可能当个太久 陈兴说道 临走前 这些跟着他的人 陈兴能安排的都尽量帮他们安排了 让他们都有个不错的去处 也算是善始善终 会的 我明天就答复您 曾平点了点头 那行 陈兴笑着点头 转头又见黄江华走了进来 陈兴还没开口说什么 就听黄江华道 陈市长 您要调到望山去 我能跟你一起过去吗 哈 你不嫌那里穷乡僻壤 陈兴笑了起来 小黄 我要是没记错 你好像是南州市下辖的石平人吧 嗯 我是石平的 黄江华点头 笑道 市长 我还年轻 想跟您到外面去掌掌见识 那行 你要跟我过去 也省得我到望山再找一个秘书 陈兴笑道 曾平此时看着黄江华 端得是羡慕不已 黄江华这小年轻 连婚都还没结呢 没家庭没牵挂 跟陈兴到望山去 根本不用有太多顾虑 再者 曾平何尝看不出来 黄江华跟陈兴走 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这小年轻也精明着 知道跟紧领导才更有前途 要是不跟陈兴去 陈兴顶多帮他 安排个不错的单位 将来的成就也就一半了 曾平和黄江华 在陈兴办公室站着 这时 林玉培也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 见林玉培进来 曾平和黄江华都拾去地离开 对了 曾主任 帮我搜集望山的资料 我要更详细地 越详细越好 陈兴叫住曾平 曾平点了点头 玄机走了出去 林玉培进来后 习惯性地降门虚眼上 走到陈兴身旁 一脸苦闷 陈市长 我这才刚掉来 您就要掉走了 今后让我跟谁学习去吗 你这市长助理 自然是协助新道任的市长工作 不论是跟在谁身边 照样都能学习不是 陈兴笑了笑 可算是没有林玉培在身旁骚扰了 这估计也算是好事一件了 谁知道新来的市长会是啥样呢 人家还是觉得跟在陈市长您身边更能学到东西 林玉培娇称道 陈兴摇头笑笑 林玉培这女人总是喜欢在她面前卖弄风骚 见陈兴没说话 林玉培有些气恼 当这个市长助理 原本都是喜滋滋的心情 现在着实是被冲淡了不少 要是新来的市长是个半老头子 那可就真没啥意思了 见陈兴往办公桌后面走去 林玉培也跟了上去 还没走几步 林玉培儿的一声 捂着额头 痛呼着 我说你怎么跟在我后边了 走路也没个动静的 陈兴哭笑不得 她不知道林玉培走在后边 突然停下来拿东西 林玉培直接撞她后脑勺去了 人家这不是跟你说话来着吗 林玉培娇媚地白了陈兴一眼 害人家撞到了 也不先安慰一声 那你没事吧 陈兴无奈地笑笑 陈市长 您帮我看一下 额头是不是肿起来了 林玉培凑到陈兴跟前 帮你看看也不用凑这么近吧 陈兴看了林玉培一眼 对方都快贴到她身上来了 陈市长 这不是让你看下 额头是不是肿了吗 林玉培娇笑着 面孔几乎要跟陈兴贴着 陈兴往后撤着身子 视线往下 是林玉培那故意弄开了的领口 陈兴知道 眼前这女人又开始玩暧昧了 三十多岁的女人 正是娇艳如花的年纪 林玉培的身体正是其本钱 市委家属大院 陈兴的车子停在楼下 李永正帮忙从陈兴屋里 提着行李下楼 今天陈兴就要到望山市去 收拾几件平时穿的衣服 陈兴决定轻车减从 先行到望山去 司机李永和秘书黄江华两人 都决定跟陈兴到望山去 他们两个没结婚 没有家庭的羁绊 继续跟随陈兴到望山 是明智的选择额 别看李永只是个司机 就凭他是给陈兴开车 哪怕是区长局长见了他 都会客客气气的 陈兴去望山并没有通知别的人 市里的工作 其实也没啥好交接的 因为新市长还没任命 现在是由市委书记邓毅 暂时也肩负起市政府这边的工作 陈兴昨天傍晚到邓毅办公室去了一趟 该说也差不多都说了 陈兴能看得出来 他这一条走 邓毅是高兴得不行 从邓毅脸上那笑容就能看得出来 表面上看似热情地接待他 实际上是要高兴地送他滚蛋 邓毅有心推荐省委办公厅主任陈文川 担任南州市长 这是陈兴所听说的 陈兴不知道邓毅能不能如愿 如果真的是陈文川下来 那这南州市还真成了邓毅的一言堂了 陈兴昨晚特意到省长顺宝来家里坐了一下 好在对方也愿意见他 陈兴嘴上说是临到望山前 最后来向省长汇报一下南州的工作 但话到最后 却也是隐晦地提了提常务副市长邵华东 陈兴知道 以顺宝来的政治智慧 无需他多说什么 提了下邵华东 不用他多说 顺宝来也能知道 他的真正来意 能做的都做了 陈兴也希望是邵华东接他的位置 但这种事也只能尽人力听天命 决定权在省里 并不是他能决定的 市长 可以走了 李勇把行李放在后车厢 再加上他和黄江华两人的行李 后车厢都塞满了 曾平此时也在场 除了他之外 没有别人 邵华东都不知道陈兴上午就走 所以并没过来 曾主任 你回去吧 陈兴笑着对曾平道 那好 陈市长 祝您一路顺风 曾平点了点头 他最终并没有决定 跟陈兴到望山去 他一把年纪的人了 还是希望待在南州 况且他这年纪 想再进步 其实也没多大空间了 所以他最后 才会决心留下 陈兴也跟他说了 如果是邵华东担任市长 那他这个办公室主任 应该还能担任下去 如果新来的市长是别人 那他免不了掉到别处去 曹曾平挥了挥手 陈兴和黄江滑上了车 抬手看了下时间 现在还不到九点 到望山去 差不多四个小时的高速路程 估计得到中午一点了 这一趟的时间确实不短 车子在南州市区行驶着 往外驶向望南高速的入口 陈兴转头看着窗外 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 他才刚刚熟悉 现在确实就要调走 陈兴也产生了一些不舍的情绪 刚有些感情就要离开 陈兴心里感慨不已 如果可以 他希望在这座城市再多待几年 他希望自己的施政理念 能在这座城市推行下去 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地级市的舞台 还是省会城市 和以前在海城西门县 担任县长县委书记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主政一方 担任市长 这已经足够他施展自己的报复 他在南州是准备大展拳脚的 打造一个现代化生态南州城市的口号 才刚刚提出来 将南州建成一个有区域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更是他对南州今后发展的一个规划 这是努力的一个方向 引进的跨国银行格雷银行 才刚开业没几个月 一切才刚刚起步 现在却是只能交由后来者 还不知道后面的继任者 又会有怎样一套做法 想到格雷银行 陈兴突然想起了挺久没见的临情 这个格雷集团大中华区副总 似乎颇为神秘 不过这阵子好像没在南州 车子进入了高速路口 通过了收费站 开上了望南高速 回头望着 陈兴叹了口气 以后要回一趟南州 还真挺远 来回八个小时 而且想回京城或者回海城 也没那么方便了 望山市并没有机场 以后要回京城 都得到南州来坐飞机 昨晚陈兴是在 何丽和楚荣那里过的夜 因为今天要走 昨晚也乱来了一次 分身乏术 最后胆大又喜欢出格的何丽 愣是提议将蒋婉一起叫来 昨天晚上也不知道 是怎么过来的 陈兴这会都忍不住苦笑 早上起来腰酸背痛 第一次走路都感到脚 有点发软 想到还有一个难刚工作的杨红 陈兴无奈地笑笑 这次走得太急 都忘了和对方告别 只能过后再打电话 估计也免不了被对方一顿埋怨 市长 您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要不然咱们到望山 恐怕要很晚 黄江华事先准备了几个面包 拿出来询问着陈兴要不要吃 我就不吃了 你和小李两人要是饿了就吃 不用管我 陈兴笑着摆手 车子在高速上飞驰着 已经远离南州 而此刻 在南州市里 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在望远茶楼小包间的 元南明区区委书记耿建生 一俩沉闷地坐着 旁边是一个中年美妇 茶楼的老板 罗采宁 他前几天才刚和对方领证 办了两桌酒席 只请了双方有走动的少数亲朋好友 算是结了婚 罗采宁已经跟了他十多年 又比他年轻十几岁 对方愿意和他过 耿建生也不后悔和对方领证 妻子早亡 他也早该再娶一个了 知道耿建生为什么烦躁 陈兴突然调走 耿建生原本的算计都落空 想要借助 陈兴扳倒邓义已经不在现时 耿建生此时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 建生 你就别再想那些了 咱们不缺钱不缺啥的 好好过日子 不是比啥都好吗 而且现在市里不是让你到市政协担任副主席吗 不管怎么说 都给了你一个复厅的待遇 咱们就不要折腾了好吗 我很害怕 现在这样平静的日子会没有 罗采宁从后面抱着耿建生的肩膀 嘴上呢喃道 彩宁 我这心里不甘心啊 我有邓义儿子邓文华 那小王八蛋的黑材料 还有别的证据 我真的不甘心 就这样算了 邓义撤了我的区委书记 我就不让他好过 耿建生神色阴沉 可是人家是市委书记 你能怎么样 对付他根本不现实 现在陈市长都调走了 你就别再乱想了 好好过日子吧 罗采宁恳求道 他从一开始就打心眼里 不愿意耿建生和邓义作对 在他看来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哎 我知道你希望平平淡淡的 耿建生叹了口气 转头望着罗采宁 这个才三十多岁的女人 还像年轻时候那样漂亮 要不是对方年轻时 第一次是给了他 之后就开始做他的情人 一做十几年 双方也有了感情 耿建生知道对方不见得 就会真心愿意跟他一个上五十岁的半老头子过 平平淡淡的不是很好吗 等过个一年半载 把建明保出来 就这样平淡过日子 我觉得很知足了 罗采宁看着耿建生 他这辈子算是把自己都交给对方了 最宝贵的十几年青春年华都做了对方的情人 现在能转正 成为对方的妻子 罗采宁其实很知足 如果可以 他更希望和耿建明生个孩子 他现在口中的小名 无疑就是指耿建生和其前妻的儿子耿建明 南州大学的那起恶劣交通肇事事故 耿建明少不得要判好几年 但真正有关系的话 其实很容易就能办保外就医 是啊 让那臭小子在监狱里待一段时间 让他学乖点 长点教训 再把他弄出来不迟 耿建生点了点头 那你是不是也答应我不再和邓逸做对了 罗采宁眼睛一亮 我现在就算是想和他做对 也暂时没法子了 不答应你 还能怎么样 耿建生无奈地摇头 眼里闪过一丝寒光 这件事 只能先暂且放下 但今后只要有机会 他一定不会放弃在暗地里 给邓逸致命一击的 太好了 建生 以后咱们就好好过日子 钱咱们有 要不去周游世界吧 罗采宁一脸幸福地笑着 看着耿建生 脸上突然有些红霞 建生 要不咱们要一个孩子吧 我这都五十岁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生呢 耿建生笑道 有些男人七八十岁 都还能让女人怀孕呢 谁说你不能了 再说没试过怎么知道 罗采宁娇称道 而且我看你身体 又没病没栽的 看起来是没病没栽的 但年轻的时候 酒色没少沾 身体可是亏空的厉害 耿建生笑了笑 看着眼前的美妇 本来烦闷的情绪 也正需要 有个派遣的口子 笑着 将罗采宁推到身前 采宁 你说得对 得试试才能知道 还能不能 咱们现在就造人 别 建生 还在店里呢 外面还有客人 店里的员工 也会路过的呀 罗采宁修道 扭头看着耿建生 门关着 放心吧 别人看不到的 耿建生嘿嘿笑着 蓝河会所 邓文华和陈达飞 还有那造纸厂老板 长万金三人 正一起喝酒 相比起陈达飞的郁闷 邓文华笑容满面 春风得意 长总 我答应人的事 就从没失言过 你那造纸厂 今后可就彻底不用担心了 是是 谁不知道 邓少年的本事大着呢 这次多亏了邓少年 我今天来 就是专程来感谢您的 长万金讨好的笑道 神色谗媚 他只是希望 造纸厂不用整改 没想到邓文华 竟然有本事 让陈兴直接走人 这可着实出乎了他的意料 也对邓文华的本事 深感震惊 陈达飞瞄了那长万金一眼 嘴角撇了撇嘴 邓文华也就骗骗这种 不知道确切情况的人 就邓文华能让陈兴滚蛋 别说是邓文华 就算是其老子邓义 都不见得有这本事 长总 为了你的事 我可是使了大力气 你别看我父亲是一把手 但我可也要上下打点呢 邓文华斜撇着长万金 我知道我知道 邓少宁肯定是出力极大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长万金笑眯眯的 又将一张银行卡放到桌上 心里已经骂了一声吸血鬼 上次那张卡 里头就有两百万 这星号星号星号胃口是真大呀 长总 你这是干嘛呢 我可没那个意思 邓文华笑了起来 嘴上如此说 手上却是一点没有推具的动作 陈大飞静静地看着 除了神色有些嘲讽外 陈大飞脸上也有些喜色 眼前这倒是一个意外收获 身上装的一个微型摄像机 已经将这一切拍了下来 小飞 我说你咋回事 陈兴都滚蛋了 你还哭丧着一张脸 邓文华见长万金如此拾去 心情大好 转头见陈大飞跟个梦葫芦一样 不由地笑骂道 哎 我这不是刚刚调查陈兴有所起色吗 这陈兴走了 我还查个屁 陈大飞没好气道 他还寻思着 找机会让人摸进和丽娜房子装摄像头 哪知道还没干呢 陈兴就走了 等于他是白忙活了 你就是查个屁 我早就说你没必要整那些有的没的了 瞧瞧 陈兴不是滚蛋了吗 邓文华笑得何不拢嘴 陈大飞无奈地点头 这会也只能附和邓文华的话 陈兴走了 他之前做的都变成无用功了 不动声色地将身上的摄像头演示好 陈大飞立刻又笑着和邓文华勾肩搭背 嘴上笑着说不想那事了 晚上好好去快活一下 时间过得很快 四个小时的路程 陈兴再感觉闭目休息了一会儿 就已经到了 要不是副驾驶坐上的黄江华叫他 陈兴甚至都还睡得很沉 市长已经到望山市去了 黄江华对陈兴道 这就到了 陈兴微微揉着眼睛 按道昨晚可真是累坏了 他这年纪可真的干不了一晚五六次的事了 瞧着大白天都睡得这么沉 身体是不服老不行了 现在都在望山市区内了 黄江华笑道 既然到了 咱们就先去找个地方吃午饭 陈兴笑着点头 车子在市区内的道路上行驶着 看到街道旁有一家餐厅 看起来感觉不错 生意好像也挺好 陈兴就直接提议去那里吃 出来乍到 也没那么多讲究 下了车 陈兴环视着周边的环境 望山是南海省最穷的一个地级市 这乍一看 也是名副其实 光是眼前所看到的 比南州市那高楼林立的繁华景象 不知道差了多少倍 市长 这里怎么感觉更像是咱们南州下面的一个县城呢 黄江华也是头一次到望山来 入目所望 黄江华觉得 还不如南州市下辖那几个发达的县级市 好歹是你一个地级市 没你讲的那么差 陈兴笑道 走吧 进去吃饭 我看你们也都饿坏了 进了餐厅 黄江华要去订包厢 陈兴却是摆了白手 直接在大厅里找一个位置坐下 这家餐厅的规模不算小 此刻虽然过了饭点 大厅里 确实还有不少人在吃饭 陈兴深知 要了解最真实的消息 只有深入到群众当中 却才能知道 什么叫深入群众 像他们现在这样 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坐在大厅里吃饭 也没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这样最容易倾听民生民情 这也是他为什么要阻止黄江华去订包厢的缘故 小小的一个包厢 就如同其围起来的星号星号空间一样 也将其和外部切断开了 市长 等一下咱们是直接到望山市委去还是 黄江华低声询问着陈兴 等一下先去望山市第一意愿 陈兴说道 他此行先到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先去看望一下那里盐培 黄江华闻言 轻殴了一声 也没再说啥 李永点完菜后 三人等着饭菜上来 陈兴看着餐厅外面的街道 望山市不发达 相对落后 这市区的道路看起来也就没南州市那么拥挤 私家车是有不少 但和南州比起来 可就小屋建大屋了 坐在餐厅里往外看 能看到不远处就是一栋很是显眼的高楼 几乎是陈兴到市区后看到的最高的一栋建筑了 陈兴不知道那栋建筑是什么 不过倒是建的很上档次 我先去上个洗手间 感觉到尿一来袭 陈兴笑着起身 坐了四个小时的车子 可还没上过厕所 找了一下卫生间 在餐厅内侧 陈兴走了过去 餐厅的卫生间也弄得很干净 并且看起来颇上档次 陈兴不由有些惊讶 他不知道这家餐厅在望山市属于什么水准 如果只是中低档次的话 那望山市的消费看起来可就低不了 很多地方 经济不发达 但消费水平却是一点不低 这很常见 上完厕所 陈兴出来洗了把手往外走 因为洗手间出来就是一个转角 陈兴顾着走路 却是冷不丁地撞到一个人 只听对方哀哑一声 随即怒斥了陈兴一声 你怎么走路的 陈兴抬头一看 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倒没想是个美女 脾气还挺冲 想到是自己先撞到人 陈兴也歉意地朝对方笑笑 很抱歉 没注意到 一句很抱歉就行了呀 你还踩到我的鞋子了 女子火气挺大 脚伤这双鞋子 可是托人刚从国外寄过来的 价值好几千块 这两天穿在脚下 就跟踩着个金元宝似的 就怕有个被刮到啥的 刚刚偏偏被陈兴踩了一下 我又不是故意踩你的鞋子 你说是不是 陈兴哭笑不得 看着对方脚上那一双雪白发亮的高跟鞋 现在多了一小个鞋印 陈兴摸着口袋 正好有一包面筋纸 拿出面筋纸 正想着 确实是自己踩的 大不了给擦擦 心里想着 却见女子已经自个儿蹲下身去擦拭了起来 站起来还瞪着陈兴 没事了 那我就先走了 陈兴说完 再次歉意地朝对方点了点头 苏妍 怎么了 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金岛 没事 刚才被人踩到了一下 女子看到对方 有些郁闷地笑着 还在心疼自己挨的鞋来着 她叫对方金岛 对方并不是什么电影导演 而是是电视台演播厅的一名导演 没事就好 要去洗手间赶紧去吧 咱们准备走了 中年男子点了点头 她们刚在包厢吃完 女子叫苏妍 是市电视台的当红主播 中年男子对她的态度自是极为客气 电视里那些斟酌想上位的后辈主持人 她还能前规则一下 对着电视台的当家花旦 她却是只能客客气气地对待了 今天中午是电视台的一行人 一起出来吃饭 这家餐厅在市里算是比较高档的一家餐厅 离市电视台也近 他们倒是常来这里吃饭 市长 怎么了 黄江华刚才隐约看到陈兴似乎在洗手间门口和那女子怎么了 见陈兴回来 关切地问道 没事 踩道人还撞了对方一下 陈兴摇头笑笑 难怪我看那女子好像生气地在说什么 黄江华恍然 陈兴听了笑了笑 那女人的脾气显然确实不小 餐厅的饭菜上来得很快 陈兴三人坐的座位旁边那一桌 又有新的客人进来坐着 陈兴转头看了一眼 却是看到刚才踩到的那女子正和几名同伴往外走 对方也看到了陈兴 见陈兴看过来 女子还有些恼火地看了陈兴一眼 为女子与小人难仰也 陈兴健壮 嘴皮子抽了一下 不就不小心踩了对方一下 况且错也不全在她 瞧对方还念念不忘 女子等人走了出去 陈兴这才摇了摇头 女人有时候还真得罪不得 刚才那是市电视台的苏妍 这会 只听旁边新进来的那桌客人 其中一个惊讶地问道 就是她 你要是想多看看她 可以多来这家餐厅吃饭 电视台的人 可没少来这里聚餐 另外一人笑着回应道 我就瞅着像她 还真是 想不到真人比电视上还好看 难怪那么多人爱看她主持的新闻节目 我看不是爱看她主持的新闻节目 是爱看她这个人 也不知道多少人坐在电视机前 对着她的画面 幻想着做那事呢 要不然 怎么会得个全是男人 梦中情人的称号 那倒是 不过老范 你这说话也太俗了点 咱们都是斯文人 你讲话能文雅点步 好歹大学是念中文系的 文雅个屁 大学毕业多年 跟着我爸做生意 啥都没学到 就学会满嘴脏话 对了 你听说了没有 是纪委书记成了职务人了 啥 起先说话的人惊了一下 老范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小心被人听到 说你就是领导呢 把你请进公安局喝茶 都有可能 不是我乱说 只是市里封锁消息 不让外转 但市里的干部圈子早就传开了 我爸不是做生意吗 我也常跟着他应酬 前两天和事成建局的人吃饭 听他们一个副局长无意间说的 你的意思是 这是真的 废话 要是假的 人家一个副局长敢乱说吗 他比咱们更知道轻重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啊 这么大的事 竟然都没见市里的新闻报道过 市里的新闻报道个屁 总不能报道说是纪委书记 出了车祸成了职务人吧 你以为他们敢报啊 叫老范的人撇了撇嘴 哎 那李书记有一次还到我们企业视察呢 我还觉得那人看起来挺不错 没啥架子 比起市里其他干部可不知道好了多少 老王 我说你在那破国企呆着也没啥前途 还不如出来做生意呢 算了 你能拼罢 我可没罢可拼 没个人带着 要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 陈兴吃着饭 听到林桌突然提到李延培时 陈兴神色微正 不动声色地听了起来 可惜对方两人讲了几句就没再讲 陈兴知道自己要了解这望山市观面上的人 从这些普通老百姓嘴里 可能还能听到更真实的一面 尽管他们所说的也有可能只是道听途说的 但这种街头听来的消息 本就需要他自个去甄别 哪些能姑且听听 哪些纯粹不靠谱 都要靠他慢慢去辨别 两位朋友 我也听说了是纪委书记李延培出车祸的事呢 你们也知道 陈兴笑着起身 主动坐了过去 你是 那叫老范的人警惕地看着陈兴 我听你的口音 好像不是我们望山市人吧 哟 这位兄弟好耳力 一下就能听出来 我是南州的 来望山办事 我在南州都听说了 你们这纪委书记出车祸的消息呢 难道你们本地人很少知道 陈兴笑着道 在南州很多人知道 那叫老范的男子 很是惊讶 很多人知道也算不上吧 但也不算啥秘密 南州的报纸都有报道了一下 有看报纸的人自然就知道 陈兴笑了笑 这会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反正他没说哪天的报纸 对方也不一定就会刻意去买南州的报纸来看 瞧瞧 老王 听到了没 南州的报纸都有报道 就咱们自个市里封锁了消息 你说市里那些干部 是不是亏心事干多了 啥事都遮遮掩掩的 陈兴神色一动 看着那明显就是属于大嘴巴类型的 叫老范的男子 笑道 你们望山市前些日子 好像还有不少市民到南州去闹 在南州都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议论不小呢 哎 还不是为了那旧城改造搬迁的事 开发商心黑啊 市里的干部肯定也没少拿 可 老范 别瞎说 你也只是听说的 别乱讲 那叫老王的人看了沉心一眼 轻咳了一声 比起同伴 他就显得谨慎了许多 嘴巴也比较严 我哪有瞎说了 你敢说 不是那搬迁补偿惹出的问题 叫老范的男子睁圆了眼睛 显然是认为自己说的对 不认同朋友的话 好好 你说的对 不过咱们是来吃饭的 不是来议论正事的 是吧 老王 你啥都好 就是胆小怕事 咱就在背后说 瞧你都怕生事 真不知道怎么说你 叫老王的男子 听到同伴的话 苦笑了一下 他在国企上班 见多了祸从口出的事 可不敢跟人瞎议论 更别说 这会还突然做过来一个陌生男子 对方虽然是外地人 但他可也不敢乱说话 来 两位兄弟 相逢是缘 咱们一起喝一杯 陈兴笑着端起酒杯 对对 干一杯 叫老范的男子 笑哈哈地点头 陈兴同两人喝完酒 也索性干脆坐了下来 和两人随意地聊了起来 不过接下来 陈兴显然是没能得到 太多有用的信息 两个人 其中那王姓男子 显得沉默寡言 至于那范姓男子 话倒是多 但对方所属的层次 却是决定了 他不可能知道太多 陈兴并没打听到 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除了一开始 听到市民闹事 跟那什么旧城改造 搬迁有关 其余的 并没什么 一顿饭吃了不少时间 还喝了两三瓶酒 两个男子吃完后就离开 陈兴也和黄江华 李勇起身去结账 从餐厅里出来 市长 刚才那两小子 要是知道 是跟您这个大市长称兄道弟 估计回去都要吓尿了 黄江华站在陈兴身旁 笑道 等我这身份公布了 要打听到什么消息 也就难了许多了 陈兴笑着摇了摇头 在门口停了一下 陈兴抬手看了下时间 快两点了 转头对两人说道 走吧 去医院 三人都是出来望山 并不熟悉望山市的路况 这会李勇也只能边开车边用路人 询问望山市第一医院怎么走 望山市政府 常务副市长张立行 中午并没有回去 在办公室里批阅着几分文件 办公室门推了进来 张立行眼皮抬了一下 进来的是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梁静 张立行不用想也知道 只有对方进自己办公室才会没敲门 市长 你要的文件 梁静将一个文件夹 放到了张立行办公桌上 有没有接到那位陈书记 什么时候过来的消息 张立行放下笔 靠着那宽大的老板椅坐着 还没 估计没这么快 过来复任吧 梁静摇了摇头 谁知道呢 你要多留意 把神经绷紧点也没啥坏处 张立行神色有些烦躁 李开山咋就不能争气一点呢 连个书记都争不到 李市长可能也是奇差一招 要不然你以为他不想当书记呀 当了七八年市长 他早就瞅着那书记的位置眼热了 梁静笑了起来 能争的话 他肯定是尽量去争 估计还是在省里差了些人脉 梁静按着自己猜测说着 他并不知道省里的高层是什么情况 望山市远离省城南州 其实省里有啥风吹草动的 望山市都是后知后觉 而他这个政府办主任 更没啥渠道能打听到省里高层的消息 当了这么多年市长 在省里都不知道多找几个靠山 是我的话 至少比他强一百倍 张立行冷哼了一声 市长 您就别生气了 事已至此 也没办法了 梁静笑着摇头 他知道张立行是希望李开山能接任书记的位置 而他 则能有机会出任市长一职 这是张立行的如意算盘 现在李开山只能继续在市长的位置上坐着 张立行的郁闷也就可想而知 是没办法 害得老子这两天总是憋了一肚子邪火 没触发 张立行嘴上骂着 浑然没有半点是领导的形象 朝梁静看了一眼 张立行突然咧嘴一笑 朝对方招了招手 梁静一愣 似乎知道对方又要干什么 嘴上清脆了一声 转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门 确定关紧了 这才走了过去 李永开车在望山市区内寻找着 一路上问了两个人 才弄清楚望山市第一医院在哪 别看望山市区不是很大 出来乍到 还真险些就迷路了 望山市第一医院 陈兴等人下车后 看到医院的住院大楼有两栋 弄不清楚李延培是住哪一栋 黄江华拉住一个护士询问了一下 医院这么大 光说一个李延培的名字 小护士压根也不知道是谁 住在哪个病房 小姑娘 你们这的干部病房是在哪一栋 陈兴笑着问道 看那小护士 应该是刚从未笑出来 实习的小姑娘 一脸青涩 干部病房呀 在那栋新住院大楼 八楼和九楼都是 小护士回应道 那行 小姑娘 谢谢你了 陈兴笑着点头 三人往那栋看起来 应该是刚建成投入不久的住院大楼走去 黄江华边走边笑道 市长 还是您厉害 一下就问道关建 你只说个名字 医院病人这么多 人家小护士当然不知道 问医院的干部病房 就很容易弄清楚了 陈兴笑了笑 知道黄江华是刻意奉承 陈兴也不以为意 三人坐电梯到了八楼 直接走到护士站 询问着李延培的名字 很快 护士就指了一间病房 负责这干部病房区的护士 无疑都知道出了车祸成为植物人的那位李书记 808病房 李延培住在这里 这是一个小套间的病房 里头是病房 外面是一个小客厅 陈兴等人敲门 坐在客厅的一个三十上下的男子站了起来 起身过来开门 你们是 我们是过来看望李书记的 陈兴笑道 你们是李书记的朋友 男子打量着陈兴三人 并没有放人进来的意思 小江 是谁 病房内 传出一个女声 听声音 年纪应该也不小了 阿姨 几个不认识的 男子回答着 依然还是挡在门口 陈兴疑惑地看了男子一眼 笑了笑 不管我们是谁 我们是来看望李书记的 也没有把人堵在外面的做法吧 李书记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看望的 谁知道你们几个不明来历的是什么人 男子目光警惕 这倒是怪了 难不成来医院看望病人 还能害人不成 陈兴眼里闪过一丝惊疑 盯着眼前的男子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我们是好心好意来看望 哪有你这样不让人进去的 黄江华显然是不满领导 被拦着 也静止出声道 语气不善 我就是这么说话的 怎么着 随便来个人 自称是李书记的朋友 就想进病房 李书记事事领导 你当这是阿猫阿狗 都能随便进的吗 男子态度也蛮横了起来 小江 不要这么讲话 屋里面 刚才说话的那个女人走了进来 年纪已经上了五十 看了看陈兴几人 态度和善了许多 你们是盐培的朋友 我们是从省城来的 来看望李书记 陈兴微笑着 看着年长女子 您是 我是盐培的妻子 你们既然 是来看望盐培的 那就进来吧 年长女子道 那谢谢阿姨了 陈兴笑道 三人走了进去 黄江华脸色不善地盯了那男子一眼 对方刚才那句 阿猫阿狗 显然是触怒了他 要不是陈兴不想计较 他都忍不住想骂对方两句 陈兴来望山市是当书记的 刚来 就被人骂阿猫阿狗 他这当秘书的 都怨不下这口气 日后 他好歹也是望山第一大秘 哪是能随便受气的 男子听到陈兴几人是从省城过来的后 脸色也微微有了变化 看着陈兴几人进病房 男子并没有跟进去 病房里 李延培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已经脱离了危险 李延培现在除了日常患药外 并不需要护士在特殊看护 平常 也就是靠输营养液来维持着生机 他自己没有任何直觉 更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 陈兴心情有些沉重 尽管之前和李延培素未相识 但看到原本一个好好的人突然成了植物人 任谁都会有所触动 说一句诸心的话 其实这样比死了还痛苦 等同于活死人 最后苦的 只是李延培的家人 叹了口气 陈兴将带过来的水果篮子放在桌上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之前和李延培不认识 而李延培的妻子也更不可能认识他们 他过来看网 除了表示一下心意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种情况 说再多安慰的话 也没有多大意义 你们是延培在省城的朋友吗 李延培的妻子出声道 声音有些沙哑 这几天 流了太多的眼泪 哭了太多次 他现在想哭 也已经哭不出来 最伤心的时候已经过去 现在每天看着丈夫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虽然什么也不知道 但起码知道他还活着 这么一个人还能在眼前看到 哪怕他什么也听不到 什么也看不到 每天坐着 和他讲讲话 也是一种心灵上的安慰 李书记并不认识我们 我们是知道了他的事 来望山后 先来探望一下他 陈兴说道 哦 那谢谢你们 李延培的妻子微微一正 随即感谢地说道 望山市政府 张力行的办公室里 刚刚舒服完事的张力行 正坐在沙发上休息 一旁的梁静 整理着身上的衣服 目光从张力行脸上扫过 心里却是暗暗骂着对方 这王八蛋自个是舒服了 却是苦了他 还没找到感觉 就已经结束 梁静脸上没表现出什么不满 和张力行也不是一两次了 梁静私底下 早就给其取了一个外号 三分钟快枪手 张力行的电话 在这时候响了起来 梁静见张力行接听起来后 脸色微微有些变化 不由地竖起耳朵听着 市长 谁打的电话 梁静等张力行挂掉电话 关切地问着 医院那边的 说是有几个省城来的人 去探望李延培 张力行皱着眉头 省城来的 不会是那陈书记提前过来了吧 梁静随口道 啥 张力行一愣 本来没想到陈兴身上的他 脸色陡然难看起来 市长 你想想看 前几天 省里该来探望的领导都来过了 这时候 还能有什么人会从省城过来 除了那位有可能新到任的陈书记 我觉得 不太可能有别人啊 梁静说道 张力行眉头拧了起来 看了梁静一眼 这女人的脑子无疑还是很好用的 她不得不承认对方说的有道理 走 去医院看看 张力行当机立断 站了起来 市长 要不要通知李市长 梁静问了一句 通知他干屁 张力行冷哼了一声 梁静闻言 也没再说啥 他这个办公室主任 称呼李开山 这个大市长 是叫李市长 称呼张力行这个常务副市长 也叫张市长 并没有刻意区分个副字 从这不经意间的言语 已能看出市政府格局的一二来 两人从市政府离开 直接坐车前往市第一医院 病房里 陈兴临走前 再次对李延培的妻子 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目光网纳在外面小客厅站着 不是在病房门口探头的男子 望了一眼 陈兴笑着随口问了李延培妻子一句 阿姨 门外那是您的 那是延培的秘书 小江 李延培的妻子答道 陈兴听了 微微点头 向李延培的妻子告辞 嘴上说着改日再来探望 陈兴也带着黄江华和李勇两人离开 那李书记的秘书 还真是长了一对狗眼 从住院楼下来 黄江华还有些火气 算了和他较近 那咱们自己也掉份了 陈兴笑着摇了摇头 李延培的秘书隐隐让他感觉有些奇怪 陈兴等人刚从医院离开没多久 张立行和梁静也到了医院 到了李延培的病房 张立行看到李延培的秘书江东明 立刻就问道 刚从来严培书记的那几人呢 张市长 他们走了 江东明一看到张立行 态度立马牵弓起来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张立行脸色一黑 白跑了一趟 刚刚走的 江东明小心翼翼地答着 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吗 梁静问了一句 不清楚 没说 江东明摇了摇头 张立行和梁静两人对视了一眼 都有些气馁 白来了 想及自个昨天知道 是南州市市长陈兴 调任旺山市市委书记后 还特意在南州市政府 浏览有关陈兴的报道 昨晚回家睡觉前 用手机也翻阅了一下 这回梁静也是眼睛一亮 拿起自个手机 浏览器的业他都还没退出来呢 那里头就是陈兴上 南州新闻的头像 直接递给江东明看 江秘书 你看看 来看望严培书记的 有没有这个人 江东明疑惑地接过手机 看到陈兴的头像后 江东明当时点头 有有 最前面的就是这个 江东明还带仔细看 梁静已经将手机拿了回去 给张立行看了一下 道 果然是那位新来的陈书记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了 张立行描了手机一眼 神色阴沉 尽管有所猜测 这会仍是难免惊讶 来得真够快的 张立行喃喃自语 梁主任 那是什么人啊 江东明不敢问张立行 巧声问了梁静一句 他无疑也很好奇 刚刚骂过的那几人是啥来力 新来的市委书记陈兴 梁静看了江东明一眼 也没隐瞒 对方肯定也会知道 时间早晚罢了 新来的市委书记 江东明呆愣了一下 随即脸色泛白 张副市长 梁主任 你们怎么过来了 李延培的妻子 从里头走了出来 哦 我们过来看看 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下次找个时间 再专程来看延培书记 张立行脸色挤出一丝笑容 对李延培的妻子道 说完 快步地往外走 梁静见状 朝李延培的妻子笑笑 也跟了出去 市区的马路 李永开着车漫无目的地闲逛着 陈兴说要先看看望山市区的面貌 出来乍到 也算是先对望山有个初步的了解 让李永不用特意开哪去 在市区内的几条主干道上随便转 车子来到了陈兴中午吃饭时 在餐厅看到的那栋最高最气派的建筑 陈兴让李永稍微开慢了一点 往车窗外那栋建筑看着 新城集团 陈兴在大厦正面看到了四个流金大字 气势非凡 市长 要不要停下来下车看看 李永回头问道 算了 不用 陈兴摆了摆手 车子在望山市区内转着 陈兴一路也仔细观察着 望山市的城市规划只能说很差 和省城南州比起来不只是差几个档次的问题 不过陈兴也仔细留意了 看到的那栋新城集团的大厦 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望山市内的地标建筑 不只是望山市最高的一栋楼 同样是建的最漂亮的一栋 车子一直开着 最后李永也不知道开到了哪里 似乎开到了望山市汽车站 往外好像都已经是出市区的路 市长 还转吗 李永问道 陈兴看了下时间 已经四点多了 想着要不要去望山市围 正琢磨着 车子停了下来 车窗外 有人瞧着玻璃 陈兴转头一看 是两个身穿交鞋紧制服的人 李永摇开车窗 正要询问是什么事 那敲车窗玻璃的邪警 已经伸进手来 扯着李永的衣领 嘴里吼着 下车下车 有什么事就说 用得着这么拉拉扯扯的吗 李永脸上怒气涌现 给陈兴当司机以来 还没碰到过这种事 在南州 交警大队的大队长碰到他 都客客气气地给他递烟 让你下车就下车 你还敢瞪眼 那位邪警眼珠子瞪了起来 伸手就要拍李永的头 被李永给反扣住 反了你了 你这外地来的车主 还敢反抗 邪警大怒 已经喊着旁边的同伴 小李 先把他放开 我们下车看看 是怎么回事 陈兴阴沉着脸 李永闻言 这才将对方的手放开 推开车门走下来 陈兴和黄江华也走下了车 三人都一头雾水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交邪警为何要拦他们的车子 把你的驾照拿出来看看 那名邪警恶狠狠地盯着李永 嘴上道 李永脸色难看地 拿出了自己的驾照 虽然不想配合 但没弄明白什么事 李永也不想先翻脸 那名邪警翻开李永的驾照 随意地看了一眼 就递给了旁边的同伴 驾驶证先扣起来 凭啥扣我的驾驶证 李永急了 怒道 凭啥 就凭你开黑车 非法载客 还从南州拉客到望山来了 你能按你 说说 你拉这么一趟跨石长途 多少钱 你要是实话实说 我们就如实罚你的钱 你要是不说实话 可别怪我们 按照我们的规矩开罚单 那名邪警冷笑着 这时候 旁边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已经围来了四个邪警 六个人将陈兴三人围了起来 重点是围住李永这个司机 显然是怕李永跑了 则 你哪知道 眼睛看到 我是拉客 我是 李永正想到出身份 瞅见陈兴对他微微摇头 李永当时把后面的话给咽了下去 话锋一转 道 我要真是开黑车拉客的 我吃饱了 撑着拉这么远到望山来 哼 你们这些开黑车的 只要给你们钱 跨省你们都能拉过去 何况还只是拉到望山来 邪警冷笑着 说吧 你拉一趟多少钱 按我们的规矩 非法营运所得 开五倍罚金 你要是不说实话 那我们只好自个给你估算收入开罚单了 李永气地笑了出来 他不是开黑车拉客的 又岂能说出一个收入 况且 眼前这帮披着人皮的狼 他是看出来了 压根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劫 而且还合法化了 我们是他的朋友 一起坐车来的南州 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开黑车的 陈兴淡然出声 他不让李永说出身份 那是因为 他知道 在别人只当他们是普通老百姓的情况下 他才能看到最真实的一面 望山市的局面 他知道的不多 眼前的情况 就是他了解的一个切入口和契机 谁能证明你们是朋友 再说 谁知道 你们是不是帮他做伪证 那名邪警 冲着陈兴和没说话的黄江华都 瞪了一眼 眼里还带着威胁 没你们两个人的事 你们都老老实实地别乱说话 别没事找事 我们三人就是朋友 怎么能说没有我们两个的事 黄江华显然已经明白陈兴的意思 跟着出声道 你再说 信不信我抽你 邪警瞪着黄江华 边上有两名邪警也走了过来 虎视眈眈地看着黄江华 威胁完黄江华 那名邪警财富又看向了李勇 脸上戏谑地笑着 像你这种开黑车的 就知道你不会老实交代 你既然不说 那我就给你估算了 这拉客从南州到望山来 最少四个小时的高速路程 再加上高速过路费 而且回去你 还有可能得空车回去 一趟没个一两千 估计你是不会拉的 我也不多算你 就按一趟一千五 我们这的规矩是五倍罚款 你交七千五百元罚款 我把驾照还给你 也不扣你的车子 七千五百元 你怎么不去抢 李勇气急而笑 你这话就说错了 我们不是抢 是罚 你要是不开黑车拉客 我们能抓你 能罚你款 邪警笑道 邪警说着话 旁边另一个同伴走了上来 道 钉头 这车子 我瞅着好像是南州市政府牌照呀 哟 还是政府牌照呢 开黑车拉客都敢套牌了 这又是最佳一等 七千五不够了 得罚款一万 不然连你车子都扣了 邪警一听同伴的话 立刻嚷嚷了起来 李勇盯着眼前的邪警 眼睛一愣一愣 这会反倒是没火气了 这长着一张大圆脸的邪警 脑袋是进水了 还是咋的 市政府的牌照 他没先查证 一下就敢说套牌 直接加罚款 这胆子不是一般的肥呀 就算真是开黑车的 有哪条规定上写着 可以五倍罚款了 陈兴平竟出声道 瞧瞧 说漏嘴了吧 那名邪警一听陈兴的话 笑得跟菊花一样灿烂 瞪着李勇 还敢说不是开黑车的 瞧见了吗 你的乘客都说漏嘴了 我问你哪条规定写着可以五倍罚款了 陈兴神色冷利 没有哪条规定 我们这的规矩就是这样 邪警回答着陈兴的话 猛的 脸色又是一般 老子干嘛回答你 这里没你的事 最好闭上你的嘴 别多事 邪警说完 转头看着李勇 音笑着 你看着办 是要交一万罚款 还是让我们扣你的驾驶证 扣你的车子 我说我不是开黑车的就不是 凭什么交罚款 李勇同邪警对视着 他是不可能交罚款的 要不是陈兴不想声张 想看看这望山市的情况 他都恨不得亮出身份 让这帮星号星号星号下鸟 不想交是吧 我们是文明执法 也不为难你的人 扣你的车子就行 邪警冷笑着 转头对身旁的同伴道 喊拖车过来 你们这也叫文明执法 黄江华忍不住骂了出声 说你们野蛮执法 都还便宜了你们 我看你们是披着人皮的人渣 妈的 不找你们两个坐黑车的麻烦 你们倒蹭鼻子上脸了 那名邪警大怒 小张 把他们三个都带回队里 钉头 咱们没权抓人啊 有邪警小声提醒了一句 咱们什么时候说抓人了 是请他们回队里喝茶 是喝茶 懂不 邪警睁圆着眼珠子 在场的其余邪警听了 也只能照做 叫钉头的邪警 是他们的队长 刚召进来没几天 一进来就成了队长了 按说这邪警 本来也没设什么队长 但偏偏驱交警大队 就有这种特色 钉头又是那副大队长的亲戚 一来就爬到众人头上 其余人也没敢歪嘴 倒是这钉头胆子大 开罚单也下得了手 除了上交大队的 大伙这些天 倒是也比平时多分了不少 对方虽然霸道蛮横了一点 众人也乐意跟他干 没人跟前过不去不适 此刻 周围也早已聚集了不少人围观 望山市汽车站周边 一直有市交警队和驱交警队的人 在抓非法营运的私家车 重点就是 逮那些外地过来的 因为外地来的人不知道情况 有些确实是开黑车拉客过来的 被抓了 只能挨载认罚 但一般外地过来的 都是同望山市相邻的 北原市的车子 像今天这样从南州拉客过来的 倒是很少见了 民众不了解真相 此时也有不少人 都将李勇当成是开黑车的了 按道对方倒霉 被抓了个正着 望山市有三害 普通老百姓都朗朗上口 这其中一害 就是各种名目 没完没了的罚款 谁撞到枪口上 谁倒霉 路过的人大多不了解真相 但也有住在这一带的民众 却是深知其中猫腻 很多根本不是拉黑车的 都被硬往头上扣屎盆子了 即便是望山本地的 被抓的也很多 大多数只能交钱认栽 本地的车子 那些血警开罚单 也不会开得那么狠 他们认为在市里拉客 一趟的钱也多不到哪去 所以 就算是真案五倍来 顶多也就是罚个几百块钱 而有私家车的人 为了不多找麻烦 再加上不是太在乎那几百块 一般就是自认倒霉 乖乖地交钱 所以这被称为望山市一大害的罚款 还真从来没出事过 刚才那血警张口说 罚款一万 不少人都听到了 也暗自感慨太狠了 纯粹是拿外地人当肥羊仔啊 市长 咱们不会真的跟他们去交警队吧 黄江华凑到陈兴耳旁嘀咕了一句 去看看又何妨 就算是龙滩虎穴 咱们也去瞅瞅 看看他们是怎么办事的 陈兴满面寒霜 黄江华听着陈兴说话的语气 熟知陈兴的他 忍不住为这些小血警悲哀了 把他们三个请进去容易 想请出来可就难了 黄江华此时脸上 也露出了一些幸灾乐祸的笑意 他知道陈兴真正目的 不是要针对几个小血警 而是要抓更深层次的问题 就几个小血警敢乱抓人开罚款 用脚趾头想想 也知道没有上头受益 借他们几个胆子也不敢那么干 望山市丰山区 这是望山市的中心市区之一 丰山区交警大队 叫钉头的血警 八个人呼呼呵呵的 将陈兴三人带回了队里 脸上笑容满面 看向李勇的目光 就跟红彤彤的钞票一样 钉头已经决定了 不让这个南州过来的车主 吐个一万块出来 绝不放对方走 他已经让人安排拖车 去将对方的车子 给拖到交警大队 对方不交钱 驾驶证不还不说 车子也别想要回去 交警大队 有正式的交警看到钉头 也热情地打招呼 那是副大队长的大舅子 虽然只是协警 他们也都得给几分薄面 望山市政府 张立行已经回来一会了 从医院出来 张立行就刻意让司机开着车 在医院就近两条街道转了一下 愣是没看到挂着南州牌照的车子 张立行也就作罢 谁知道陈兴会到哪去 这望山市说大不大 但说小也不可能小到哪去 毕竟是一个地级市 不可能寒酸地跟个乡下小城一样 在办公室里 张立行直接通过南州市政府的朋友 帮忙查找陈兴的手机号码 找不到陈兴人 那他就给陈兴打电话 反正知道陈兴肯定是在望山了 张立行并不想让陈兴在市里乱转悠 谁知道陈兴不声不响地就到望山来 是不是存着什么信思 上次那些刁民到省政府大门口静坐 张立行等市里的干部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回来后也是绷紧了神经 一手举着胡萝卜和一手举着大棒 软硬兼施 硬是强迫那些刁民不能再闹事 省里任命陈兴来望山当书记 张立行不知道省里的领导 是不是对望山有什么别的看法 没有看法自然是皆大欢喜 要真是有 那张立行更得打起十二万份小心 眼下陈兴不声不响来了 她可不能任凭陈兴在外面晃 这回已经打了陈兴两个电话 还没人接 张立行一脸不耐烦 妈的 难道号码给错了不成 市长 应该不会吧 你那朋友既然是在南州市政府工作 那应该不会弄错 会不会是陈兴看到不认识的号码 所以不接 梁静站在张立行的办公桌前 说道 谁知道呢 张立行美好气地摆了摆手 这姓陈不声不响地过来 是啥意思 难道还想先过来 微服私访不成 说不定还真是 梁静眼嘴轻笑 你还笑 张立行瞪了梁静一眼 市长 要不再多打几个 我想 那陈书记看到同一个号码连续打了几个 就算是不认识的 他也会接起来的 梁静建议道 也只能这样了 张立行点了点头 两人正说着话 门外有人敲门 张立行喊了一声进来 敲门的是一个办公室的科员 没敢走进来 只是站在门口 恭敬地喊了一声张市长 而后看向梁静 梁主任 李市长找您 好的 我知道了 马上过去 梁静点着头 那名科员把消息送到 玄机离去 张立行哼了一声 李开山那老乌龟 找你有什么事 我又还没过去 哪能知道 梁静摇着头 市长 那我就先过去了 看着梁静 屁股一扭一扭地走了出去 张立行撇了撇嘴 傅又拿起手机 拨着陈兴的电话 他就不信邪了 陈兴还能一直不接电话不成 市长李开山的办公室 已经54岁的李开山 两鬓白发 他看起来 其实并不算苍老 只是白发多了点 而李开山 也不是一个喜欢 刻意去修饰蝙蝠的人 市里不少干部 一旦有点白头发 就去染得黑油油的 以彰显自己的年轻 李开山 确实不屑于去干那种事 不出意外 李开山 可能就会在市长的任期上 退居二线 厅级干部58岁 就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 转到人大政协等 二线去任职 李开山知道自己 基本上是没希望再进一步了 特别是新来的书记 陈兴那么年轻 谁知道这一待 会在望山市待几年 陈兴只要待个三四年 这书记基本上就没他的份了 除非他调到其他地市去 但那种可能性更小 看着梁静走进来 李开山盯着对方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这个美艳的办公室主任哟 听说你刚才和张副市长去医院了 李开山淡然问道 嗯 去看望了一下李书记 梁静点了点头 神色端庄 哦 李开山笑容玩味 张立行会去看望李延培 打死他都不信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省李新任命的那位陈书记 我向人了解了一下 他在南州的做事风格 他极有可能会先到望山来 李开山脸色很开 又恢复正常 梁静文言 微微一愣 抬头看了李开山一眼 微点着头 迟疑了一下 道 那位陈书记 如果真的提前过来了 他没跟我们联系的话 咱们也不可能知道他在哪 总不可能大张旗鼓地 在市里找他 没说大张旗鼓地去找他 你多加留意一下 有他的消息 要立刻向我汇报 李开山深深地瞥了梁静一眼 梁静不动声色地点头 碰上李开山的眼神 梁静不自觉地低了下头 李开山那眼神隐含着什么 梁静只能装傻 丰山区交警大队里 陈兴一行三人 被带了进来后 立刻就被隔开 陈兴和黄江华两个 被认为是乘客的带到一间 李勇这个开车的司机 被带到另外一间 李勇本来不同意 直至陈兴示意后 李勇才没闹 装着配合着 小房间里 陈兴不知道 这些人将他们分开的目的是什么 不过很快 陈兴就清楚了 那叫钉头的斜景来的 竟然是他们这么一间 只听对方道 两位 我相信你们都是识趣的人 进了我们这交警大队 你们要是好好配合 我们马上就让你俩出去 交警都没权抓人 何况你们这些邪警 谁给你们的权利 陈兴看着对方 抓人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们是抓人了 我们是请你们回来喝茶 懂不 钉头瞪着那对小眼珠子 转头看着一旁傻站着的一个同伴 周海伟 我说你愣着干啥 给他们两人倒杯水呀 那叫周海伟的斜景一愣 随即走了出去 很快 对方真的倒了两杯水进来 放在陈兴两人面前 钉头看着浩征以霞地 看着陈兴和黄江华 我们这时请你们回来喝茶 协助调查 懂不 钉头说着话 一旁的周海伟都忍不住想笑出来 这矮胖子队长 就是就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 讲话还一套一套的 那你是要我们怎么协助调查 陈兴似笑非笑地看着对方 很简单 只要你们承认 那人是开黑车拉客的就行了 钉头贼笑了起来 见陈兴和黄江华两人 似乎都不感兴趣 钉头一下又凑近了过来 神秘兮兮地道 只要你们作证 那罚款可以分你们一点点 就当是你俩的好处费 那我们两人可以分多少 陈兴瞥了钉头一眼 一人给你们五百 怎么样 够意思吧 钉头笑道 周海伟有点听不下去了 将钉头拉到一旁 道 钉头 这么搞会不会出事 咱们就扣那人的驾驶证和车子 不信他不交罚款 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去去 你懂什么 那人不承认他是开黑车的 咱们就要做到证据确凿 让他白口难辩 钉头嘴上哼哼着 咱们是穿制服的人 能随便乱来吗 我可是讲道理的人 周海伟差点没一屁股坐到地上去 听着那钉头的话 周海伟除了翻白眼 真不知道说什么了 这钉头来的时间还不算长 周海伟觉得自己 真是越来越发现 这人不是一般的奇葩了 陈兴看着眼前这一幕 这会他也是见识到了 什么叫比强盗行径还无耻的行为了 诽谤 污蔑 让人做伪证 承诺一起分赃 这望山市的交邪警 今天给他上了一课 没亲眼见到 他还不信 口袋里的手机一直在震动着 陈兴刚才 在车站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只不过 那会和钉头一伙人对峙 也没去接电话 也不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 如果是同一个人 看样子 应该是连续打了多个了 我说 你俩考虑好了没有 只要你们答应 你们立刻就能走了 一人 还有五百块 怎么样 我们算是够人性化吧 钉头咬文嚼字地说着 看看初中毕业的他 嘴上不是喜欢挂着 暗示讲道理的人 要不就是学人家文周周的 那我们要不是不答应呢 黄江华怜悯地看着眼前这个邪警 千不该万不该 今天撞到他们一行了 要是换成普通人 或许真会老老实实地交了罚款 自认倒霉吧 你们要是不答应 那我们只能让你们好好待着了 对了 你们是南州过来的吧 出去的话 晚上还得住酒店 今晚我就让你俩在这小房间住下了 瞧瞧 不仅帮你们省了住宿费 还让你们有个低头睡觉 俺们做事一向是讲道理 很人性化的 钉头洋洋自得地说着 看陈兴两人都没回应 钉头脸色一冷 背着双手就走了出去 让人将门关上 这小房间里 只剩陈兴和黄江华 市长 这些人实在是太无法无天了 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 黄江华一脸怒涩 瞥了陈兴一眼 见陈兴沉着脸没说话 黄江华打量着这间就一张小桌子 两张小凳子 一张上下两层铁床的小房间 黄江华脸皮抽了抽 市长 咱们晚上总不至于真住这吧 怎么 你想住 陈兴转头看了看黄江华 不是 我怎么会想住 黄江华苦笑着摇头 想了一下 又道 市长 那些人这会估计去找李勇了 陈兴没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这些人连自己两人的手机都没缴 可见他们压根也不怕自己打电话报警干啥的 已经不知道猖獗到了什么地步 从另一层面来说 很有可能 他们就算报警也没用 陈兴翻看着手机 好家伙 一下七个未接电话 都是同一个号码打来的 而且是陈兴不认识的号码 是谁一下子打了这么多个电话 陈兴心里疑惑 打这么多电话应该是有急事 可自己并不认识这个号码 按着号码回拨了过去 陈兴眉头微拧着 等着电话接通 张立行的办公室里 这位在望山市呼风唤雨 手握大全的常务副市长 正把腿跨到了办公桌上 手机还拿在手上 神色烦躁 打了七个电话 陈兴一个都没接 这是什么意思 就算是任何人 看到这么多个同一号码 打过来的未接电话 按常理也该接起来 陈兴这是干什么 是没听到电话响 还是怎么回事 张立行刚刚已经又打了个电话 向南州的朋友确认 确定自己打的 就是陈兴的私人手机号码 并没打错 陈兴不接 着实是让他纳闷之余 也一肚子火气 正想着手机猛地响了起来 张立行一个机灵坐直了 看到刚刚那拨打过多次再熟悉不过的号码 张立行一愣 眨着眼睛再次看了一遍 确认没错 张立行立刻接了起来 原先就有准备说辞 这会语速很快 陈书记 我是望山市常务副市长张立行 听说您已经到了望山了 晚上市里打算给您接风洗尘 张立行 陈兴轻念着对方名字 听了对方的话 陈兴眉头微皱 自己今天到望山来 并没有通知谁 这望山市的人怎么就知道了 陈书记 不知道您现在在哪呢 我马上过去接您 张立行言语中态度很是端正 陈兴迟疑着 既然望山市的人都已经知道 他到望山来了 那再掩饰也没什么意义 今天撞到的是 陈兴正打算作为自己出来望山的一个切入口 思虑了片刻 陈兴淡然道 我现在在风山区交警大队 啥 张立行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 他从医院出来 在医院附近街道还转了两圈 没看到南州号牌的车子 这才回办公室 陈兴怎么跑风山区交警大队去了 陈书记 您怎么到那去了 张立行一肚子疑惑 我的司机开车 经过你们望山市汽车站 却被区里的几个斜警拦了下来 说他开黑车拉客 还套政府牌照 要罚款一万 现在把我们带进交警大队来了 张副市长 你说 我不在这能在哪 陈兴笑道 陈书记 我 我马上过去 张立行眉眼直跳 顾不得说什么 张立行挂掉电话 立刻就往外跑 下面那帮星号星号星号王八蛋 就知道闯祸 现在讹人讹到新来的市委书记头上去了 此刻要是市交警支队支队长冯成锋在他面前 张立行非得指着对方鼻子破口大骂 下面罚款的乱象 张立行隐约听到一些 却是懒得去管 下面的是自有下面的人去管理 张立行觉得 犯不着自己这个堂堂的常务副市长 去管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今天出了事 张立行却是要跳脚了 往外跑了几步 张立行琢磨着不对劲 不能自己一人去 想到市长李开山 张立行轻哼了一声 舌身往李开山的办公室走去 推开门 静止走了进去 李开山盯着眼前的张立行 显然是不满对方这样大摇大摆走了出来 眼里闪过一丝怒气 很快就平息下来 冷声道 张副市长来找我有事吗 李市长 那陈书记已经到了望山了 下面的人闯祸了 讹诈到他头上去了 陈书记现在在丰山区交警大队 咱们赶紧过去 张立山懒得管李开山是啥想法 开口就到 什么 李开山豁得一下站了起来 怒视着张立行 市交警支队那位逢支队长 是张立行提起来的 市里的交通乱象 老百姓早就有怨言了 李市长 又不是我让人闯的祸 你这样 瞪着我也没用不是 张立行撇了下嘴 这一正一副 两个市长间的关系很微妙 张立行浑然没有负质的觉悟 对李开山这个正直不仅没有半分恭敬 更是敢和对方拍桌子瞪眼 梁靖听到了风声 小跑了进来 看到两个正副市长打眼对小眼 梁靖倾咳了一声 低下头看着地面 李开山脸上怒气引线 他知道张立行过来告诉他 绝不是好心向他汇报 而是出了篓子 要拉着他这个大市长一起过去 有事情就要他顶在前面 他哪里会不明白对方的想法 紧握着双拳 两九 李开山终于松开手 面色平静 现在赶紧到交警大队去 李开山说着 率先走了出去 张立行看着李开山的背影 嘴角往上翘着 按道这老狐狸的忍耐功夫越来越强了 不过他也不怕 手握对方的把柄 张立行就不触对方 朝梁静使了个眼神 张立行也赶紧跟上 生怕封山区交警大队那边 又捅出傻篓子 张立行边走边给冯承锋打着电话 冯承锋这会正在局里 他这个市局副局长间 交警支队支队长 是张立行提起来的 见识张立行的电话 冯承锋态度自是格外签功 张市长 有啥吩咐 冯承锋 你这个混蛋是怎么管教下面人的 捅出篓子了 出事了看老子不先收拾你 张立行电话一通就破口大骂 他没有领导的样子 更是不把冯承锋当一个干部看 好歹冯承锋也是一个正处级干部 张立行却是跟教训孩子一样骂娘 张市长出了什么事了 冯承锋被张立行骂得没头没脑 赶紧问了一句 什么事 风山区交警大队得到人将新来的陈书记抓了 你说什么事 张立行火气没触发 对着冯承锋正好骂一顿发泄 新来的陈书记 冯承锋一脸疑惑 还没反应过来是哪个陈书记 等他弄明白时 张立行还在电话那头怒斥着 冯承锋眼里闪过一丝怒火 很快就到 张市长 我马上赶过去 挂了电话 冯承锋端的事觉得憋屈不已 张立行是他的靠山没错 可经常被这样破口大骂 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 冯承锋不敢表现出来 可不代表心里没怨气 窝囊归窝囊 冯承锋这会也顾不得别的 拿着手机迅速往外走 打风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 张立行骂他 他也可以骂下面的人泄火 关大一级压死人